美国慈少厨艺大赛今年第三届 主题是活力早餐爸爸战 表达对父母的感恩 什么样的早餐能够有创意又有活力 慈少们各个拿出本事来 不论是中式还是西式 甚至是墨西哥菜 从食材取得到烹煮 最后的摆盘都是关键 而最重要的这是要为爸爸做的 有时候我们都有想到爸爸 所以我们都用正恩的草药 像葡萄葡萄葡萄 像没有汤葡萄葡萄 对 很好 慈少厨艺赛今年是第三届 有妈妈团的指导下 这次比过往更注重色香味 孩子们也在过程中学到团队的重要 还有自己动手做更好吃 利用到这个香肌饭 然后来做一个taco burrito之类的 觉得说奇怪 怎么五个小孩子 可以做出这么好的东西来 而且挺好吃的 他们的菜肴的确让裁判很赞叹 一旁陪伴的爸爸妈妈们更是开心看到孩子们的成长 想出几道菜来怎么孝顺爸爸 然后通过这个自己动手做菜的这个经验 我相信能够让这个小孩子 丰富了他们的成长的这个生活经验 做这个post花了很多时间去弄 我就问这个女儿 我就问这个女儿 我说你这个小孩子 她说I love it 不论是谁拿到第一名 在父母的心中每一个都是最棒的 大爱新闻真身美志工张翠玲 张潮红 美国报道